今天趁Chopper不在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是有養貓的 但他不喜歡被抱 很重 你有什麼話說? 我經常被人說不讓你上鏡 對了!走吧!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大家吹了我很久 所以我都一定要拍 本來我是打算日後拍有天然光會漂亮 誰知道今天下雨 所以我唯有開燈 但廳那盞是黃燈 所以今天的燈光可能有點奇怪 大家不要介意 還有我還沒開聲 我剛剛起床 所以可能會老牛了一點 首先講一下身上穿的一件 它是一字博衣服 這個袖是分開的 不是那種連著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它那個袖縮上去 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生的 這件衣服是做了一個束腰的設計 所以這裡是泡泡的 會有一點封空的效果 而這個袖是喇叭袖 順便講一下我身上穿的牛仔裙 這條牛仔裙是一條A字裙 然後這裡一排一排 全部都是扭的 然後這一種A字裙 其實是很修飾到你的大腿 看上去好像很瘦 然後這條牛仔裙 附送了兩條肩帶 可以做到工人裙 扣上去就會有這個效果 我本來打算是一定要搭T恤 但原來搭一字博也挺漂亮的 然後就想說兩件的 這些入博背心 有一件黃色 有一件黑色的 其實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基本款 但我自己是很喜歡穿這些入博背心 因為我的胸前面比較有肉 如果我穿一些吊帶 很多時候手臂都會顯得很肥 所以這些入博背心 其實反而沒有那麼容易顯得手臂的肉 上面是會有這些一格格的坑紋 不會像平時的直肩或者很平淡的 沒有東西看的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款 而且都是二十多元 所以它出了兩種顏色我都買了 還有這個天氣現在有時候很熱 有時候很冷 我喜歡穿背心 然後外面加一件外套 例如會加這件西裝外套 你會看到它差不多已經蓋過了臀部 而且它會有一定的厚度 不會薄一點一點 輕飄飄沒有質感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這件西裝外套 很義工衣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顏色和圖案都很相似 這個圖案對我來說 這個意義都有點深 所以我就買了這件平平無奇的T恤 我喜歡這個圖案 喜歡到想用它做藍本 去紋一個身在自己身上 但是這個計劃需要從長計以下 然後這一套的衣服 我本身是不覺得自己能夠持續 因為我穿這一類型 顏色的透視衣服 其實都很顯肥 好了 我換了這件衣服 是不是覺得感覺上 比想像中清瘦一點呢 我自己是很少穿這一類型 米色透視衣服 而且裡面是淺色背心的衣服 因為身形的問題 如果穿這些衣服 其實我很容易顯得自己很肥 好像吹脹了一樣 但是這件衣服可能因為它可以開扭 令到這裡不會頂住頸 所以看上去也沒有那麼顯肥 而且它的袖是好像襲衣袖一樣 縮住的話也可以做到顯瘦的效果 夏天衣服我自己是買得比較偏向Casual類 例如很簡約的一條黑色長裙 我會用來跟著Casual類 這樣穿 我會示範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條裙的長度 都差不多去到我的腳眼上一點 再加上一隻Cat毛 也是今天買的 我挺喜歡的眼色 我想儲了這麼多隻Cat毛 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很方便 用來出街放狗 交遊 或者去一些很輕鬆的場合 這樣我覺得也不錯 之後的這套 就會是一套兩件 都是一件透視的長袖中裙 沒有去到很長的 另一件就是吊帶的裙 我想想這條裙大家不陌生 因為我拍唇膏的影片都是穿的 是不是 所以原來大家是見過它的 長度有一個膝蓋在這裡 所以是膝蓋對落一點 就不會是我平時買的長裙 而且它的沙做得很輕飄飄的 所以那個飄逸感是很容易就已經營造到的 然後它的袖也是做了這些束袖 所以浪漫感又會加倍的 然後夏天有時候 個人不太喜歡穿BRA 因為有鋼鮮 即是我這個身形 其實一定要穿有鋼鮮的BRA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那天要出很多汗 很不舒服 所以我也會在淘寶買一些有屁股的背心 我就會穿這些用來吸汗 因為裡面是棉質是很好吸汗的 也穿起來不太辛苦 你沒有那條幹線 固住了胸底 偶然我也是會穿這一類型的BRA 也是20多元左右 有一個就很划算 然後就到我身上這條裙 這樣穿是否有點顯肥呢 我也覺得它單穿的時候 是挺顯肥的 因為這條裙的裙子 裡面是有點沙網 所以它會有一個封 這個娃娃妝可以把身形 無限擴展 但是為什麼我也要穿出來跟大家說 就是我發現它加了牛仔褲之後 整個版型就會漂亮很多 而且馬上沒有顯肥的感覺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綁住 首先要有一點腰線 不然也會很寬 你綁住了的話 因為這裡有一個封道 所以這條裙子會散出來 就會很顯得大腿比較瘦 但是如果你說不綁的話 其實這樣也可以 或者你會穿短一點的牛仔褲 其實都一樣可以拿到一個封道出來 反而就會顯瘦了 那其實衣服就分享完了 那今天的另一個重頭戲 就是一些鞋子那裡 1 2 3 4 5 6 7 我有7雙鞋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一雙 大家在我開箱那一刻的IG story 就應該見過了 超多人問我 我一定要拍給大家看的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雙鞋子 它是做了一個玫瑰金令面的操肘 然後呢 是一個粉粉的米白色 然後上面這些扣都是金色來的 那這雙鞋我已經穿過出街上班 然後晚上再逛街看電影 那樣呢 沒事 完全是沒事 那大家看看它的底部 其實是軟身的 不是硬的 還有它這個位置也是非常軟縮的 不會說刮這個腳位的 不過我的腳是比較扁的腳 沒有什麼肉的 所以就不會說夾起來 就不會有夾腳的問題 之後呢 我也都買了差不多一款 不同在於這裡是有勾後面的 剛才那雙鞋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那這雙就有的 還有是又搭黑色的 這一雙就會比較型格一點點 大家應該看到它這個位置是故意加厚了 是很軟的 但是呢 它上面這裡就比較窄一點點 那 都有彈性 就沒有剛才那麼軟 不過這雙鞋呢 我就沒試過穿出街上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只是在家裡試過走了很久 後面完全沒有刮腳的 那我見今次買了這麼多尖頭鞋 在淘寶又怕不舒服呢 我就買了一些這樣的撐 那它就可以這樣撐著這雙鞋 希望如果那些鞋有刮腳的問題 它也可以撐鬆它 同一間店 我就買了一雙非常普通 很斯文的上班鞋 那可能穿些年身裙 或者一些去到膝蓋左右的裙 都很適合穿這類型的鞋 那就會是這一雙黑色絨面 有帶的平底鞋 它的絨質地是一些高級一點的絨 不是那些淘寶買四五十塊的鞋 或者是六十塊的鞋 是不同的 它穿下去很舒服 然後這裡不會刮你的腳 之餘 它不是那種經常脫的扣 那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有時候很隨意 不想穿高跟鞋 但是又要一些斯文一點的上班� 那我也會穿這一雙 然後第四雙 我會穿這雙 然後第四雙 我是沖著它這個顏色來買的 如果你們記得的話 如果我有個袋子 都是這顏色 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它是今天四雙介紹的鞋 之中我穿得最頻密的一雙 首先 原本的設計是這樣的 即是你的腳是在後面 然後它穿著後肘 但是呢 這雙鞋的設計是絕對有問題的 當你這樣穿的時候 基本上你走兩步路 它已經脫了出來 總之就穿不到後肘 那時候我買了也有一點點氣氛 但是呢 後來我就把它變成前面 那隻腳就這樣伸進去穿 那又蠻好穿的 而且我喜歡它旁邊這個位 是有一點點金色在這裡 看上去我都覺得這雙鞋子挺漂亮的 而且如果大家是完美主義者 都要留意一下 中間這裡 它不是整條都是蛹 它後面做了橡筋的 因為原本是比後肘 所以你穿的時候 是會看到這裡有條橡筋 那我自己就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它穿下去這隻顏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比較少買到 所以很舒服 一穿下去就能走 那我就經常穿這雙鞋子 然後就到黑色這雙鞋子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29元人仔 對 我本身是為了這條裙子 我覺得想要一些可愛型的黑色鞋子 而且我手上已經沒有了 這個長度的黑色鞋子 所以我看到它29元 那我就進了手 回到來也是覺得很超值的 它的底部比較硬的 就不是很軟軟軟的底部 但是本身這些鞋子 我也是遇上一些墨子 在裡面 所以也沒什麼所謂的 而且是比較硬的絨面 有點像絨加紙皮的感覺 但是這個價錢我也是遇上一季 或者一年左右 那就由它 然後呢 今年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發現 開始流行一些 這樣的波波草球 涼鞋 我就入手了兩雙 先說這雙 其實我本身是買橙色 橫色 米色的組合的波波 但是呢 原來那間店沒有貨 都照寄另一隻顏色給我 我完全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這雙的涼鞋 其實就是人字拖 穿上去 也是這雙的波波 但是後面呢 其實就有點硬 我覺得 就 不算很軟熟 或者很軟 就沒有特別好喜歡的 純粹就覺得 踢拖羅街 或者去沙灘 去一些海島 暑假去玩的時候 都是很適合的一雙 另外這一雙 我就自己比較喜歡 你看到那個波波大小 是超可愛的 還有這一雙的底部 相對來說是比較軟的 穿上去是舒服很多的 看見到嗎 它是這樣圈腳趾公的 你穿上去的時候 就不會說很容易脫掉了 還有呢 它有個很神奇的地方 它是那種 魔術貼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以調到腳背一點的鬆緊度 但是如果你的腳是超級薄的話 其實你也調不到很多 因為你調到很緊的話 它這三個波波就會跟著歪了 所以其實它可以動動的範圍 就不太大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魔術貼 但是也很貼心的 我覺得 講到度假風 有一點少得一些藤積的袋子 我就買了一個是方形的 還有買了一個是圓形的 這個圓形其實是便宜一半的 但是我覺得方形這間店 做出來的手工是比較漂亮的 其實兩個袋子都是這樣 旁邊打開出來 裡面不是很大的 但是揹出來拍照也挺漂亮的 圓形的一個就是這樣 它裡面是花花 還有它送了一雙織的花出來 我不知道可以扣在哪裡 通常這些袋子都是配皮帶 不能調長度的 我是比較矮的 怎麼辦呢 我會買一些窄邊的橡筋 前面是一些木製 或者比較像度假風 自然的 就固著它 還有今天第三個袋子 也是比較上民族風一點的 就是這個流蘇袋 它裡面送的那一條 原本是一條金屬鏈 我自己就很想試一下 外出找不找到一些比較粗的棉繩 是這三個顏色 我就把它扣回 變成一個肩帶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漂亮 裡面的大小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格小的 可以放一些私人物品 我覺得銀包、電話、鎖匙、唇膏、粉餅、紙巾 其實都放得到的 很多食物的那些我就不說了 雖然我買了很多新的耳環 但這條片很長 但我就想說一下 我這隻戒指很可愛 它不是鈴鐺來的 所以就不會吵 然後就可以分開 雖然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它是貓還是狗 但是很可愛 最後就是四月尾的時候 我會去日本玩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項枕 是AP的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它可以這樣蓋著你在飛機上睡覺 人們就不會看到你睡覺很噁心的樣子 好了 那我今天的淘寶春裝分享就來到這裡 希望燒到一下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吧 拜拜